不管是得意还是奇怪或是趣味的表情 总让人一看就嘴角上扬 创作者林雨景 以尼伦画的方式赋予动物们灵活的眼神 勾起美人心中的童趣 让人发出会心的一笑 我很喜欢画画 主角有兔子 猫猫跟发痘 然后主要是因为以前有养过这三个动物 平常生活中的观察 然后把它们转换成画作 这次受邀至佛光山极乐寺中门馆参展 带来取材质身边人事物的创作 这幅作品它叫可靠的山 意思是说自己的山 然后把自己给拥抱住 然后自己的山自己塑形 所以自己是自己的靠山 然后这幅作品的话 其实我们每座山都有不同的面貌 这个作品是夜晚的宁静 然后晚上都有不同宁静的夜晚 那这座山的部分的话 意思是说山上的山有的雪 然后因为有个温柔的样貌 所以这个山融化了 特别去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是艺术家艾玛 跟她的女儿一起画的作品 华丽的帽子 那这个作品的话 就是我的头是说 两小无猜彼此是依赖的情感的元素 这次展出的话 总共有20幅作品 然后全部都是以原稿的样貌 去形式去呈现出来的 还有大型兔兔的装置艺术 步骤过必拍这眼神让人微笑 我比较喜欢的是她那种 拽拽的那种脸型 就是愤世忌俗的那种态度 她从动物的一个表情 可以让我们看到 探索到内心里面 我们的一些情绪想法 还有内心的一些秘密 大家看了之后都会灰心一笑 那也代表我们每个人 都有这样的一个天真的心 过年期间 欢迎民众到 佛光山极乐寺中门馆看展 拥抱小动物们的幽默 一起把嘴角上扬吧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